总工程经费1亿3000多万元的原三服务员第三期纳古楼工程 已经在去年正式开工 目前工程进度达到26.72% 县长林志妙昨天特别前往工地视察 要求施工单位如期如指完工 提供民众更完整而且现代化的殡葬育圆化服务 特别来视察 而且我们希望呢要求品质如期如指的完工 地下一层地上三层 所以今天这个地下一层已经明天要灌浆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它要求 然后总工程费是一亿3976万 那现在我们希望能够在大家的共同监督之下 能够让这个纳古塔纳古楼能够呢 把它呢做得丰富的天使地利人口 纳古楼空间规划以王者的居所 生者的场所构想出发 并克服宜然多余的气候 秉持打造尊重生命 符合环境永续发展的现代化纳古塔理念 提供民众舒适优雅的追思空间 所以让人感觉我们对世大人尊敬 对我们长者的尊敬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要求品质 我们希望大家共同的为我们的这个纳古楼的品质 能够共同的努力 希望能够要求这个品质把它做好 让我们的这个仙人能够在这个桃位里 我们的这个家属们很放心 而且呢我们这些仙人呢 也感觉到很舒适的 能够在这里很安稳的 对他的这个未来能够呢长久长居 第三期纳古楼总共有三万八千个纳古位 除了个人室之外 还有家族室以及宗教区的纳古设施 预计111年3月底完工 宜然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福星采访报道